大家好,我是郭艳秀山 这个视频呢,咱们做一下个股点评 像西叶股份,中新通讯,洛阳木叶,长安汽车 宏达新叶,新发集团等 技术点评仅供参考,不作为买卖依据 先看西叶股份 那么像西叶股份的话呢 直接表达自己的主观观点 当前它不是一个好的买点 为什么呢?从大的一个结构赛来看 那么历史上它这个位置是有个平台 那么这个平台的话呢 对应了它是一个家里区 所以当前的位置呢,已经在这个平台附近了 下方呢,四元的位置是一个中央的支撑平台 就是呢,下方 平台突破,作为支撑来看 上方是一个家里区域,已经进入这样的 沉压区的一个附近 在这样的节点的话,个人认为 它不是一个好的机会点 好,再看小周期的,小周期的一个 视角的话呢,对应了像这类个股呢 例如说,你在什么的节点 可以把它作为机会点来去看待呢 不管是 处于三线操盘的拐点 在这样的节点,例如说呢,贴着五军 贴着十三线拒线作为机会点 因为量的MSD都是有公正的 再或者说呢,你在这个节点 刚刚突破的时候 你作为机会点也可以 那么经过一个快速的冲高过之后呢 上方已经进入这样的沉压区 这个位置呢,反而再往上不建议去追 如果手中有的话呢 对应的应对策略非常简单 反弹不能突破前面高点找卖点 突破前面高点也是要找卖点的 不要有太,就是这是一个应对视角 那么对应的向下守,守的是什么呢? 这个位置回侧 回侧下来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 可以呢,当前是在十三年均线 五军的上方 那么今天是一个方亮阳 方亮阳向上的话呢 那么接下观察就属于 看阳线尸体是拉长的,还是收窄的 如果是阳线尸体收窄 潜高,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突破 找卖点 向下的话呢 对应的节点 可以用,例如说我们来看 像从9月6号 9月7号,9月8号 它的低点是抬高的 连于低点抬高 它只要保持低点抬高的一个节点 就属于如果说向上什么停下要卖 如果说属于增浪 什么停下可持 如果说呢 它的一个接下来 它的一个低点还保持抬高的状态 就是明天如果说增浪 但那低点保持抬高 还可以去跟 那么呢 就属于什么 把这作为一个底分 只要底分不破 它可以期待上升的一笔上 好,如果破了这个位置的话呢 那么是为主弱 那么呢 要防风险 好,这是西叶股份 那么我们再来去看 像中兴通讯 中兴通讯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 包括了像中兴通讯 紫光股份 浪招信息等等 那么这类个股的话呢 其实当前 它的位置上面来讲 个人认为 它的位置已经处于 几乎一点上面来了 只不过呢 它当前方向而言 并不是资金进攻的主流 就是呢 资金 从资金层面来讲 它的量能 方大的并不明显 而且的话呢 前面这样的一个下跌 长阴震荡 再出现长阴就震荡 这个位回事呢 它已经多日的 这样的震荡整理 刚刚把前面 这个阴线尸体的话呢 给 给基本上反爆料 反爆料的话呢 上面还有一些套牢筹码在 那么像中兴通讯 如果说用中长的一个视角去跟 我觉得是没有大问题的 短期来讲 它表现 不是这一只个股的问题 是整个方向 它表现并不强势 好 这是中心通讯的一个观察视角 如果属中有的话呢 咱们前面在这的几点 讲到一个应对的视角 什么呢 这位出现一个三十分钟 三十分钟底被离 然后呢 再加上一个底分 如果说在这个节点 进行把握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 相似 那么阴线的半分位 包括呢 在前面这位都作为 沉压的几点去看 但是呢 对应的当时MSD 是属于视察状态 如果说呢 作为只是一个 超低反弹的一个视角 就跟 如果说呢 那后面从超短的角度来讲 破了前面这个地点 它实际上就是一个 应对或者防范风险的一个节点 这是一个应的思路 那么当前这个节点的话呢 如果说手中有 如果说手中有看起什么情况 如果前面这位这位DC的 那么呢 接下来观察 它的能量 能不能 第一目标呢 能不能先站稳 三十六元的位置 能不能突破 如果能突破的话呢 继续往上跟五十三 一百四重新的新的 多多排列 MSD能不能上金叉 如果说手中 就是如果前面DC的视角 如果像上一旦的量 能没有持续跟上 那么呢 红柱的实体面积是收窄的 那么呢 建好就收 就是说呢 他这位置即便反弹 他不太 没有得到整个方向 没有得到自己的认同 之前不太容易以处而就 所以说呢 如果说DC的视角 那么呢 建好就收 就说一旦力度衰竭 那么呢 先止盈 等他回落这几DC 如果说前面是属于高位 或者前面是属于 这样的节点 被套了 这个位置干嘛呢 这个位置 看你 就属于能不能 他给不给你解套的机会 跟节奏机会呢 也是用同样的一个视角 如果说量能没有跟上 那么对应的话呢 从高到低 半分位附近 那么呢 也是要找卖点的 如果说呢 前面不巧 就在最高点的时候 自己追的 怎么办呢 没有 丝毫没有止损的意义 这个位置 个人认为 这段仓位不是特别重 那么对应的话呢 可能 就是他当前 不是他的一个主场 就对科技来讲的话呢 一些个股 他不是他的主场 不是他的主场的话呢 当前这个位置 他只是一个反弹 他可能持续性爆发力 没那么强 但是呢 如果说调整比较充分 业绩比较相好 他可能 未来有强大的轮动的逻辑 看看自己 有没有这个耐心了 好 这是中心通讯的一个视角 那么如果说 重新对本身的上面来看的话呢 上方36元 就是一个压力 再往上的话 就是38 再往上的话呢 对应的就属于 例如在39块5 他是层层压力的 但是回次的话呢 如果说把前面这个缺口 补一下 回落的过程当中 酝酿 日线级别 或者是60分钟级别 60分钟底辈 离星辰上星 MIC上零组了 后面呢 观察的是 就是整个板块 整个方向的一个共振 和之间的认同度 好 那么对应的话呢 例如说像 紫光股份呢 也是同样的一个视角 咱们前面给他讲的一个结构 像一 前面这个平台下方 140年均线 出现这样的一个底分 其实呢 前面讲的这样的节奏 这样的一个结构 他都是站住脚的 那么今天也出现 这样的两天 也出现了反弹 但是你也发现 他反弹的这种力度 量能提振来讲 是弱的 上方的话呢 他是有一个 充满移区域 套到充满移区域 28元上下 他是一个中央的压力区域 那么阴影半分位呢 就是一个参高点 所以说这类个股的话呢 当前核心还是看 方向是否是 主流 资金的认同度如何 好 那么再往下面 像洛阳牧业 洛阳牧业的话呢 那么对他的一个 观察视角呢 这个位置 对应的 第一 这个节点的话呢 他是属于日线级别 顶背离的状态之下 并这一点是没有打破的 第二的话呢 如果说手中 就这位置是日线顶背离吗 如果说手中有 那么呢 可以什么呢 可以守一下下方地点和地点相连 形成的确实支撑线 这个确实支撑线 主要不破 那么可以期待什么呢 后面只要说量能跟上 他可以期待 这个位置呢 作为一个中枢延伸 作为30分钟级别中枢延伸 然后呢 观察会不会给出 会不会摸一下前高 摸一下前面 这个位置高点就是走着哪个中枢延伸的一个视角 好 那么反过来呢 如果这个位置反弹对应的 量能没有跟上 反弹力度比较弱 那么吃不能突破前面高点 那么在这个从高到低 半分位附近 那么呢 如果吃上不去 那么就要找卖点了 防范的是反向运动 好 这是洛阳木叶 那么下方呢 以趋势线的视角来进行观察几点 上方的话呢 观察的是先观察这个半分位 然后呢 再观察前高 好 这是一个最简单的观众视角 好 因为当前msd还属于十大状态 而且呢 是属于日线顶背的状态之下 当前表下的偏弱 因为这个位置呢 连续几天 五天 它的量能明显在缩减 缩减的状态之下呢 代表人气在变的 人气在变淡 好 这是洛阳木叶的一个观察视角 那么我们再来看 长安汽车 对应的话呢 我看有朋友 长安汽车 感觉会新高 好 长安汽车 长安汽车这一只狗狗的话呢 给他讲一个关键点是什么呢 不同的位置 不同的阶段 它的性价比是不一样的 就是安全系数和风险系统是不一样的 那么当前这个基点是什么呢 当前这个基点是 首先对于整个新能源车方向的话呢 当前它实际上是 虽然说还是属于核心的赛道 但是呢 这个核心赛道当中 它已经出现内部分化 那么像这一只狗狗的表达的话呢 我们来看 它对应的话呢 其实已经长了三波了 这个三波过之后呢 我的一个个人的一种经验 或者是观察视角是什么呢 我不关心这个位置会不会给新高 我也不关心它未来 在长到什么地方去 我只关心一点 它这三波里面是 力度是一波弱也一波的 怎么看呢 MICD的红柱面积 MICD红柱面积 实际上它是属于一波弱也一波的 一波弱也一波的话呢 呈现了MICD是属于顶背的延续 顶背的延续的话 在这位置呢 它的一个量能又持续缩减 所以这个位置的话呢 向上个人认为呢 空间未必大 而且的话呢 防范是又多 好 那么向下的话呢 那么连续调整过之后 那么对应的顶多 可以守一下什么 下方地点和地点相连 顶多守下去时而已 守下这样的一个趋势线而已 趋势线不破 那么呢 可以守一守 那么向上的话呢 对应的 如果说我们对比 一个是它的一个反弹的力度 一个是能量的一个表达 如果能量表达的话呢 对应的 它连前面这样的一个量能 都体验不出来 还是属于数量的 那么反弹 那么到反弹的话呢 在这样的一个回测的半分位附近 那么呢 如果说是反弹不上去 量能没有跟上 那么也就属于降好就收 如果说手中有就降好就收 那么其实找卖点 因为毕竟大周期来讲 大周期来讲 它属于顶背里的延续 小周期来讲的话呢 那么量能是数点的 当前是属于 在这个阶段上面 顶多守一下 它向上趋势线而已 如果说后面趋势线也破了 那么对应的话呢 就进入这样的一个 真真真真走弱了一个 长刀路 然后防范的是结构的转变 好这是长安汽车的一个技术表达 好对应了 如果说同样的 就说如果说是属于敌位 它的沿着140年军演 贴的140年 所以让咱们前面讲的三线穿盘的拐点 其实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 这样的一个技术模型 观察机电的一个模型 大家可以巩固一下 好这是长安汽车 那么再来就看到像宏达星夜 好 宏达星夜这样的个股的话呢 那么先直接表达观点 这个观点的话呢 首先这个位置 从它的位置 从它位置表达上面来讲 如果说前面呢 它两个接点 第一个呢前面是属于平台突破 你在平台突破的附近去关注也好 或者贴的五军 贴三三均线 都是可以去尝试的 这个位置干涉个人认为呢 它的一个性价比就不高了 为什么呢 潜高 有承压 潜高前面的话呢 有这样的平台 承压 好 这是宏达星夜 从大的结构上面来看 然而在晓得一个周期 晓得周期的话 像这样的个股呢 个人的一根东西要是什么呢 昨天是一个八个点的 这样的一个苍阳 今天的话呢 对应的又冲高到 最高冲到六多点 带有点小的上映性 其他的趋势是没有坏 趋势没有坏的话呢 那么这类个股 只不呢 手中有的 我可以明确的 讲它可以去守趋势的 就是了 十三点军演不破 或者说下方低点和低点相连 组成的趋势支撑 只要说这样的一个趋势支撑不破 那么可以守下来趋势 只不过相似的话呢 偏的股均可减持 十三不破可低息 可以用这角度去跟 就说呢 但是手中没有的话呢 这位置我是 一个是量能是表达的是 属于这样的一个 连加背离 第二的话呢 MICD来讲呢 它也呈现初步的顶背的状态 所以说呢 没有的没有必要去追 有的话呢 顶多守下趋势 单身手趋的同时 当前的这个节点 连续这样来冲高 找卖点 先减部分再说 回头看守不守得住 守得住 他可能再延续一下 守不住的话呢 再把雨仓给卖掉 这就是最简单的应对 这种应对的话呢 就是很多时候交易的 它是什么 就是了 所有的决策 只是立足于当下 对自己有利 因为未知 因为没有发生的事情 不是是无偿的 没有发生的事情来讲 你不能因为满足某一个条件 就认为未来 已经会怎么样了 所以说的应对 事实真的很重要 好 这是轰达新业的一个表达 那么我们再来看 像新发集团 新发集团 这一支个股的一个表达的话呢 那么当前这个节点呢 它就属于 创历史新高 历史新高类型的个股的话呢 只能用趋势的角度 趋势的眼光去跟 趋势的角度 趋势的眼光去跟的话呢 那么跟的过程当中 我们观察的一个视角是什么呢 守趋势 抵上守趋势 浮动仓位的话呢 你也说 出现这样的一个 涨停之后 中高或者是连续的 这样的一个急速上涨 那么呢 防范偏的股均 该减着减 13天均线 守得住 还可以守 守不住的话呢 那么就是要防范 它的一个 什么时候趋势结束的问题 像当前这样的个股 用趋势线 用最简单的方法 这样的个股 用趋势线的视角 就更就可以了 它的做法呢 是属于还长 分期当中 加速 加速当中 再加速 加速就属于干定的一个状态了 好 这是属于典型的 分期当中 加速 加速当中 好 这是它的一个趋势线 只有说呢 它还保持这个趋势线的 一个上方 进行整理 那么它的趋势 是可以去 坚守坚守的 好 但是呢 如果说什么时候 像就是像上观察什么 像上只要说 不能创新高了 就是反弹过之后 反弹一波之后 不能创新高了 是个隐患点 这类个股呢 它就属于这样的一个 走趋势 走这样的一个组升 或者走这样的趋势的角度 但是像这样的话 防趋势线 趋势线如果破了 站不上来 那么 该放弃就放弃了 就是下手上攻 上攻的话呢 就看前高 就看能不能不断创新高 只要属于不断创新高 创新高的过程当中 就是偏离五军 减回落下来 考虑低息 底仓部分手趋势 趋势破了 那么离场 不破的话呢 也可以去跟 好 这是新发集团 没有的话呢 像这类个股的话 短时间引翻了三倍了 短没 没有的话 肯定是不要去追 这属于云端之上 有的话 顶着手下趋势 没有的话 你没有必要去跟了 好 那咱们今天点评的内容 那么咱们再用一分钟的时间 做一个简单的一个互动 好 那么对应的话呢 列说 有朋友 老师讲得太细了 讲一下日线就可以 其实呢 对于很多 粉丝朋友来讲 有的朋友呢 可能有一些基础 基础 然后的话呢 只要讲一个大致的思路 日线的一个位置 可能就有一个应对的一个视觉 也有一些朋友呢 可能就属于 技术弱一些 然后呢 对应的 可能就属于 从应对思路 从技术的理解 可能要慢半拍 所以讲的 有的时候会细一点 就是呢 各有所需吧 希望就是有些基础 有些基础的 然后的话呢 多一点耐心 技术弱一点的 那么呢 可以请回看 之前的一些 存技术类 存技术类的一些视频内容 列书呢 在修缠的 视频合集当中 列书呢 搜索修缠名字 点击进入 进入过之后 有文章 视频 还有合集 合集的部分里面呢 对应了像一些最基础的技术 像MICD 系统用讲解 MI均线系统用讲解 包括呢 像指引资损的 包括呢 像筹码 像成交量 这些都最基础的 包括呢 产量的技术教程 好 如果说呢 对于 任何一个视频 只要自己喜欢 或者是有 觉得有必要 反复收听 可以呢 视频的右上方 如果手机的话 视频右上方动一下 能看到三个点 手动一下三个点 就是点一下 能够看到这样的画面 可以呢 转发 可以收藏 可以点赞 这里面也有赞赏的功能 好 喜欢的朋友记得 积极的留言点赞 积极的赞赏 好 此作为参考 不作为每一句 好 再见